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包罗万象深不可测的流角洞 相传洞内有银庄素果的山川河流 有可融下高楼大厦的巨型洞厅 有直可匍匐前进的匾匣洞道 有星河璀璨的奇美景致 毕竟追踪探索极限 大家好 我是户外小北 今天我们探索一个非常神秘的洞穴 流角洞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峡谷最里面 相传里面躲过土匪 不知道里面是否会有保障 话不多说 干它 为什么叫牛角洞呢 老人跟我讲 他说以前有放牛的人 把牛放到这个峡谷当中 最后就在那个洞口找到了一只 被什么动物咬掉过的一只牛角 就说那只牛都被吃了 所以他们怀疑这个洞里面有猛兽 然后就叫这个洞为牛角洞 这个上去还挺远的 可能要爬半个钟头 幸亏我们的开路先锋 他是伸手脚尖 继续出发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哇 这里就是啊 哇塞 感觉很凉快啊 好凉快啊 感觉没穿羽绒服啊 最大的失误 这也太大了吧 这门口的那个钟女树 是瑟瑟发的 我想它也动得是受不了 哎呀 这上面有掉下来的树枝 扎到这个地上 这也是新鲜的 很危险 我们赶紧进洞 这时候哈树的气已经成了白色的木状了 就说明这里温差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洞口呢 有一个接近200平的这样一个巨型的平地 那么这个平地呢 可能就是当时老人说的那个放牛的牧场 这时候我们就成功的是抵达了这个洞口内部 整个洞枪非常的宽阔 这里上下可能有接近三四十米 然后左右大概是个二三十米 洞枪非常的大 然后是寒气逼人啊 我们看一下洞内究竟有什么样的猛兽 有蛇啊 天呐 刚进洞口就碰到了一条大蛇 大菜花蛇 蛇蛇蛇 已经进到洞口大概二三十米的距离了 有很多这个外面的废材呀 被这个水带到了洞道深处 看这里有好大 这可能有接近百米的高度了 洞道是从左边这里往里面延伸的 天呐 这个空间也太大了吧 你们能想象吗 这么大的空间 这个上面原先是淹过水的 这有这个淹水的痕迹 有沉积土 哇塞 这边还有人为的痕迹 说这里面躲过土匪呀 这有可能就是土匪搞的一个灶台在这里 这不是销坑咯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灶台 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 你看这个淹过水 这边有水的沉积土 看这个洞穴瀑布 我的天呐 这接近二三十米高的洞穴瀑布 然后这一个洞道是往下去的 这边好像是有个便道 在这个洞壁旁边 哇塞 快来快来 这里有一个狗洞子 我必须钻进去看一下 哇塞 快来快来 电动都变色 哇 里面还有这么大的洞天 哇塞 别有洞天了 你看这里 好像有二层 对 有二层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洞道 往里面去的 看我这 因为巴结了大哥 现在就要进入这个非常狭窄的洞道 只会探寻里面的风景 可以看 幸亏我要那个组传的那个什么 锁谷墓 看到没有 对啊 这就是锁谷墓的那一面 哇塞 好宽喽 这里面 里面还有收声 小心背 嘿嘿嘿 这是狗爬射 又是一个狗洞 继续装狗洞 好 继续探索主洞道 这边是左一个两个洞道 这里面转不过 这是我们探过最憋气的洞道 对 小心背 好 继续探索主洞道 主洞道就是这个 沿着这个 岸河一直往下 咱们继续出发 或者是有洞穴深坑 要么就是 里面会有很深很深的洞道 天哪 看这个水啊 看这个水都吹了在这 天哪 好大的风啊 天哪 这里风太大了 看 看 看这个风啊 糊糊的垂啊 我天哪 这一大风 咱们继续前进 有点感觉的 继续前进 它因为那里洞的直径变得很小 它的压缩比就更大 所以就感觉风量特别的大 这里面已经能看到这些 岸河深坛了 这里有洞道 咱们继续前进 有洞道吗 又是个狗洞子 又是个狗洞子 有漂亮的风景啊 哎 都是这种 好吧 看一下 哇 里面是这种气泡型的 轻石岩层 好 出来 我们走总工道 什么 哇 怎么了 这个 哇 这边有很大一个空间 天哪 这里分成了 好像几个洞道吧 哇 天哪 哇 看这个石头上面 有荧光 哇 这个石头上面会发光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哇 天哪 这好大的空间啊 这个 没想到的没想到 看 这里有一个 胶根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别猜错啊 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瀑布 所以才会形成那么大的风啊 看这 我要不说这只在洞里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在树溪 这个泥巴上面做一个记号 这是我们返回的路啊 注意箭头不要打反啊 这个箭头就是指着出去的方向 我们现在往这边去 好 继续出发 这里有传说中的洞穴阁楼 看到没有 哇 很漂亮的风景 有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荣幸 感觉能把这么美的风景分享给大家 真的特别开心啊 太好看了 这个水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清澈 来给你来一点 哇塞 这个是霸石吗 看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看这个洞壁上面 就像罗马的古城池 咱们看这个地上 它是泛着有白色 就像下雪过后的田野 这就是消崖城 这边又要登山了 洞中有河 有山 洞腔特别的宽阔 这洞里面的山山水水 全部都是银庄树果 特别的好看 这里又要登山了 在这个山的下面呢 是有一部泉沿 洞穴暗河 从这里喷涌而出 那边洞顶又是银河密布 然后这里已经没有暗河的影子了 咱们继续上山 去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站在这里仿佛自身与浩瀚的银河系 斑斓的星光装饰了洞顶 这种风景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里有很大一个裂缝 刚刚进来比较狭窄 进来了之后呢 又是很宽的一个洞道 然后这在很久之前呢 这里是被水淹过的 但是可能近百年的时间 这里是干洞道 可以看到这个消 削土层的已经全部放出来了 已经全部放出来了 层窄吗 我近吗 我说没有 看一下 这里洞道右边的非常的窄 我们继续看 里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什么情况 里面 死东道吗 我们用了八个小时探明了 柳角洞 左边的那个洞道 最后发现了有雪山 有星河密布的美丽风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探索 右边的地下岸河 船说里面有巨大的裂缝 和深不见底的 深不见底的树井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利用专业装备 去里面一探究竟 大家期不期待 跟我走 出发 右边的洞道明显的 跟左边的洞道不一样 它是有巨大的裂缝 形成的洞道 裂缝的下边呢 就是一条 深不见底的地下岸河 咱们继续前进啊 大家一定不要贸然模仿 因为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是专业的探动队员 再就是我们带的装备 也是专业的 这样可以 极大部分的 确保我们的安全 咱们继续前进 这个洞壁上面 依然是有这种 星河密布的风景 它是有那个真菌 附着到洞壁上面 然后吸收的有小水珠 在光鲜的折射下 显得像星河一样 特别的漂亮 好大的裂缝啊 这个裂缝的宽度不过2米 但是上下的落差 超过了40米 咱们继续前进啊 这边有古台阶 这是大自然形成的 这里面完全没有人类探索过的痕迹了 我们应该是进到此东的唯一团队 岸河边上的石头 被侵蚀的是巧夺天工 前面有水吗 我的天 这个好看 这个石头有几种颜色 还有这个中乳石和这个石灰岩 完美结合的 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一幅山水画 继续前进 就是地下岸河往里面走吧 看这边空间好大 咱们刚才是从这边过来的 然后这里呢 上面是有滴水往下的 这应该是一个天坑的底部 可以看到这个天坑可能有几百米高 因为看不到上面的洞顶了 然后这个水垂下来呢 在这个下面形成了一个潭 但是这个有那个 这个水是黄色的 锈迹斑斑 说明这个山亭里面的含铁量是非常的重 水中含有牛 咱们继续前进 这个岸河边上的这个石头 它是被那个水侵蚀成这种非常锋利的状态 所以走起来要特别的小心 在这边有一个供人休息的台子 自然形成了像一把椒椅一样 看这个水 里面有这个硫磺的痕迹 所以它是这种黄色的 对啊 它没有那边的水干净 有虾吗 不知道 有动物啊 水里面有动物吗 我看一下 是啥 这是个啥 水蜈蚣 这叫水蜈蚣 这个水里面含铁量特别大 咱们看这个岸河里面 它是有这个硫磺的嗅水 咱们再看这边的地下岸河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番风景 看到没有 清澈见底 这边就特别的干净啊 因为它这个是从这边的石灰岩层里面出来的 它可能这边的山体呢是没有铁矿 什么东西 好像这有 这哪里 这是什么呀 哦 这是红点齿蚕 这是红点齿蚕的铁 我的天 没想到这种水质里面还有红点齿蚕铁 铁 抓一个起来看一下 红点齿蚕嘛 这个是 原来如此 它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澈的水下来 所以它这里面才有红点齿蚕 躲起来了 比较害羞 前面什么情况 前面铁锅子 已经到这结束了 这人走不过去了吗 对 哇塞 这不知道从这个岩石下面是通到了哪里 没有带洞穴潜水的装备啊 干不过去了 这个红点齿蚕它的那个 通体透明 看到没有 那一张是不能碰得清楚 对啊 它还有眼睛呢 还有假装长两个眼睛 实际上它是看不到的 好不要碰它 我们继续出发 从这个地下岸河的源头上来了 这边又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咱们继续前进去寻找别的动道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 这是啥 哦 这个是 枣机子 也是洞穴生物 哦 这是那个干净的地下岸河的源头 我们兜兜转转 可能又回到了那个三叉河的源点 这个水好干净啊 我刚刚 该把那个红点齿蚕放到这边来了 这边水质要好一点 看这个岸河边的这个 像画石一样的中路石 上面有非常好看的画纹 像木纹一样 这个会不会是树花玉呢 什么情况 你在哪里 这边队员发现了一个枝洞 我们继续前进 深不深 哦 好 我马上来 这边的洞道又是干的冒烟 什么情况 你在哪里 讨的看不见人呢 在哪里 呜 应该是从这里进去 现在我把包放在这里了 咱们继续前进 哇 好宽啊 还有别的洞道吗 还有 好 看上面好宽 我的天哪 好 咱们换了一发电池 继续前进 这边洞道又完全不一样了 它就是这个沉积土 堆砌起来的这样一个走道 一条裂缝 笔直的往里面前进 看一下 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个树井 不知道是啥情况 什么情况 不动啊 上面没动啊 没有动到啊 没有很窄 哦 这个动道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神秘的牛角洞啊 所有动道 我们已经全部探明了啊 用了15个小时 好了 那喜欢户外了 别忘了点点关注 必尽追踪 探索极限 请锁定户外小北 拜拜